家道理農場棄植物園在1956年成立 當年的目標是向貧苦農民提供農業輔助 幫助他們致力更生 當時農場會挑選特別運種的豬進行配種 藉此改善香港的糧食安全 本地豬隻的繁殖和研究 曾經是本源農業輔助工作的重要一環 大花白豬就是其中之一 隨著歲月流轉 香港的農業日漸色微 去到90年代 家道理農場也將它的焦點轉移到環境問題上 致力提升大眾對生態和永續生活的關注 雖然現在本源已經沒有再繁殖豬隻 但是在下山區的豬舍仍然飼養著幾隻大花白豬 作為教育小食肉的用途 這裡的每一隻大花白豬都有自己的名字 而且各有個性 和本源飼養員感情深厚 家豬和他們的祖先野豬一樣 都是很高智慧和愛乾淨的動物 牠們的智商超越三歲小朋友 而且能夠互相發聲溝通 大花白豬喜歡新鮮空氣和日光肉 你可以見到牠們經常利用秋葛靈敏的鼻 來找在泥土裡的食物 生產肉類需要利用大量土地和資源 例如生產1公斤肉類 就需要大約7至15公斤穀物作為治療 將本來可以直接用作糧食的穀物作為治療 再以肉類作為人類的食糧 是非常浪費的食物供應方法 此外,經禽畜的消化系統 所排放的大量溫室氣體 亦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對著全球糧食不足和環境資源緊絕的難題 養成多數小肉的低碳生活方式 對我們的健康以至環境都有益處 你會否幫忙作出改變呢? 我們一起起來 你們的生產 讓你吸收